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2017台灣美術新帽獎 這個是我們港區藝術中心 這個創館以來就舉辦了大獎 那港區藝術中心從2000年成立 所以我們台灣美術新帽獎 已經舉辦了17年 所以在這邊呢 讓台灣美術新帽獎 變成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獎項 那這一次有280位參獎 這是這幾年最多的 那有37位入選包括得獎 第一名的這個新帽獎的得主 是傑婷 那他非常的年輕 那也非常有創意 那這個獎金有30萬 那這個也包括我們作品的典藏 那另外評審團有三位得獎者 那我們也有10萬塊的獎金 另外我們入圍有33位 那這些很多都是很年輕的藝術家 那我們歡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跟全國愛好藝術的民眾呢 可以到我們的港區藝術中心 來欣賞這支的台灣美術新帽獎 謝謝主辦單位提供這個平台 就是讓每一個藝術創作者 可以以藝術的方式互相交流 那這個帶來的就是其實也可以給觀眾做一些互動 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回饋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子 有交流平台這樣很重要 比起這個結果我覺得還要重要 也認真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